中间设置温度,按加号或者减号,设置时间,按加号减号,做一个杯子需要几秒钟 设置温度,时间,烤一个杯子180秒 设置好了,反正你需要用到哪边,你就开哪边加热,你需要用到这边,你就开这边加热,需要用到这边,你就开这边加热 我们现在烤一个杯子,就开这边就行了,对,烤一个杯子,开这边加热 这是调压力的,调压力的,调压感 现在滴滴的开始叫,温度只到了103 但是这个,这一步就特别重要,杯子放进去,温度它自动会升,上升到你设置的,设置的温度 按倒计时 现在温度是这个,按倒计时 等温度到了190之后,它才会自动倒计时,一闪一闪说明,计时已经在开始了 但是一定要等温度到了你所设定的温度,它才会自动倒计时 对,这个就是,当然倒计时,现在温度是闪,就是说 温度一定要在升温,到了你设定的180度,然后它才会自动倒计时 这不是特别重要,放杯子进去,到了100度,放杯子进去,它会继续升温的 现在看一下这个温度,时间变化,一直在跳动180度 这是在加温,还没有倒计时,你虽然按了倒计时,但是一定要温度,它自己到了,然后它才会自动倒计时 明天全购吗? 27 其实刚刚前面有一个步骤,可能有些人比较迷惑 为什么就是说,你设置到180度的时候,它温度到了100度的时候,它会滴滴的叫 其实这个是我们机器的出厂设置的时候,就是 有一个预热温度是,我们有设置的是100度,就是说 这是一个保护温度,保护机器的,就是说在你长时间不工作的时候 这个,它会保护这个 杯垫 就是说不容易 损坏,就受损 但是滴滴叫的时候,你只要把到100度的时候滴滴叫的时候,你只要把杯子放进去加好 然后按倒计时,它自己会再升温的 现在当按倒计时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间是没有倒计的 它一定要等到温度到了 它自动会倒计时的 这一步 大家看了这个视频应该会明白 可以理解 好 现在已经到了设置的温度 190度 那么倒计时现在已经在倒计时了 看到没有 第一个杯子 第一个杯子需要180秒 从第二个开始做就不需要180秒 只需要100秒左右 我们技术人员说了 第一个杯子是需要180秒 当你从做第二个杯子的紧接着的时候 其实不需要180秒 只需要100秒左右 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温度,它已经有温度了 是比较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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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较重要的 是比较重要的 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你放进去的时候 它马上就会倒计时 因为第二个杯子 它是从100度到190度 之间 它有一个升温过程 等你第一个杯子拿出来 第二个放进去的时候 它温度有170-80度 所以升到190很快的 嗯 那就是说 直接按倒计时就行 其他的不用按 对对 也不用再操作了 不用设置 大家看到这个视频 应该都很明白 是不是 你们可以继续 多看 看 Insert 我们就可以把位子 轻微轻熟 一下 大家 可以 有一个 轻小火 只是 用 不 把 好,那时间到了 现在已经停了 按一下倒计时暂停 杯子就可以拿出来了 好,看我们烤出来的杯子 是不是效果很漂亮 那么大家看到这一段视频的时候 对我们的机器和产品都应该很了解了 杯子烤得很漂亮的 好,放在这里 做第二个的时候 其实就直接包好杯子 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按倒计时就可以了 杯子做得很漂亮 如果你长时间不做 它温度又会回到100度 如果长时间不做的话 它这个温度还会回到我们机器出厂设置的时候 100度的保护温度 它是100度的保护温度 在长期的高温下容易损坏 损坏,长期不做它会回到100度 这是机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设计原理 好,接着